大家好 我是King Sir 今天會和大家去廣東看看新樓盤 部業份的樓市非常暢旺 無論一手還是二手 成交都非常活躍 而銀行股價方面也變得進取 而十大屋苑的股價都有上升 尤其以東區的太古城升幅最多 接近8% 跑贏大使 要想在港島區置業 其實有個好選擇 今天會和大家來看看 位於港島東西灣河街9號的日升蒙鐵 日升是市區重建局和勵新發展有限公司 合作發展的港島東全新純住宅項目 在去年年中已經陸續開始交流 住宅有24層 合共提供144個單位 主打小型單位 當中的96伙是開放式單位 實用面積為264 及286平方尺 一房單位有48伙 實用面積有346 及386平方尺 絕對適合買來投資 回報率有兩厘半 日升一樓住客會所 可謂麻雀衰小五臟俱全 除設有露天園景區外 更設有健身室 宴會廳、遊戲室 雅座及消敲地帶 提供不同的消閒娛樂設施 雖然這個項目以港島東 樓景為主 但部分高層單位 更可遠眺 啟德、郵輪、碼頭及海景 今天會和大家看看 兩個不同類型的高層單位 首先看27樓A室 這個單位實用面積386平方尺 採用一房間隔 開房間的廚房和客飯廳相同 可以放到飯桌、三文梳化和電視櫃 而中間還有可以放到茶几 客廳對出是一個24平方尺的樓台 由於位置高層 可以跳望郵輪碼頭的海景 而在房間裏面 可以擺放一個大衣櫃 一張雙人床 加上床頭櫃還可以三邊落床 由睡房走出去 是一個16平方尺的工作平台 景觀是和客廳一樣的 睡房是選用套房式的設計 而在睡房和洗手間中間 加上床窗門 而洗手間是有窗的 對新樓來說都算是有驚喜 接下來看就是27樓的E室單位 實用面積286平方尺的Studio 而樓底方面和A室一樣是11呎高 全家屋是一個開放式的設計 扶植一個22平方尺的樓台 望出去是一個住宅景 而在樓台旁邊可以擺放一張雙人床 另一邊可以擺放衣櫃和層架 如果再想多些收落空間的話 可以改放地帶床 這個項目位於內街 並非主要車輛幹道 不會有巴士行駛 絕對是旺中大靜之選 走出去不用一分鐘 就是沙基灣道 由這裡乘巴士去灣仔至中環 不失車都是10至20分鐘 去西灣河或者沙基灣港鐵站 都只需要步行7分鐘 交通非常方便 項目附近有齊飲食、銀行、超市和幾個街市 而且10分鐘的步行 就可以去到民間美食天堂的泰安樓 沙基灣東大街以及里景灣的蘇豪東 真的想成什麼都可以 這個項目配套設施成熟 自住也可以 放租也可以 現在只剩下少量的貨美單位 售價由670萬元起 而赤價方面都是21000元起 而租務方面 現時的租盤又不多 赤租大約是46至52元 開放式單位可以租到大約15000元 一房可以租到18000元 想投資或自用的年輕人 絕對可以考慮一下 相對同區的營匯和Island Residence 實用面積相約 但Monty的樓齡新一點 性價比也高一點 請記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